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忘記不覺就來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首歌曲了 先問問大家一個問題 不知道大家對於C minor這個調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呢? 我想可能大家就未必有了 不過貝多芬原來對於C minor這個調 一直都有一些很特殊的情感 他認為這個曲調隱藏著無限的力度和澎湃的情感 能夠創造出激昂的樂音 最能控托他自己轟轟烈烈的悲劇英雄性格 而我們今天聽到最後這首歌的調 和我們最多人熟悉的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《命運》 都是上向C minor這個調的 不如我們現在馬上來欣賞一下Jeffrey 為我們彈出Beethoven的《Sonata in C minor》 拍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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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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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